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年的7月 香港自治法正式在美國參眾兩院通過 這條法例就定明 美國國務院要在90日之內 向美國國會提交一份關於香港的報告 這份報告在昨天出台 到底裡面寫了什麼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今年的8月的時候 美國商務部就公佈了一份 包含了11名中港官員的制裁名單 在這份香港自治法報告裡面 就對這11人當中的其中10人 再點名來批評一次 而且還羅列了美國國務院指控他們的罪狀 值得留意的就是 在這份報告當中 沒有半隻字來都提及 前警務處署長 盧偉聰 仍然在美國商務部的制裁名單裡面 但是這次竟然沒有被人點名再去批評 究竟為這個揭示了什麼呢 到底盧偉聰是做了什麼呢 為什麼每個名字都唯獨沒有他呢 之前曾經有些消息傳出過 說盧偉聰好像想移民去美國 但是 後來盧偉聰自己就出來澄清 說他一來都是長期住在香港 二來也是無意移民去美國 但是他這番說法 其實是在 他被列入了制裁名單之後才說 故此 就算他想移去美國 也沒得移 被人制裁 至於美國方面 辦事應該是很嚴謹的 甚少說會出錯或者有漏網之餘 現在盧偉聰的名字 偏偏就不在香港自治法的報告裡面 難免會令人有些遐上 另一樣值得注意 就是這份報告 在制裁名單上沒有添加任何 新人或者金融機構 但是同時之間 這份報告也警告所有的金融機構 千萬不要跟受制裁的人士有業務往來 否則可能要面臨著嚴厲的制裁 而香港自治法也定名了 在這份報告提交的30天之後 至到60天之內 美國財政部也需要點出那些 在明知的情況下 仍然是跟受制裁人士有大量業務往來的 金融機構 可能在下一份報告就會反映出 至於大陸方面的反映 例如例如堅決反對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美方的做法是嚴重違反國際法 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進一步暴露出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和壓制中國發展的險惡用心 真是厲害了 制裁那十多人就可以做到這麼嚴重的影響 趙立堅還說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將採取堅決反制措施 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利益 維護中國企業和有關人員的合法權益 真是想看看到底還有什麼反制措施 可以拿出來 美國就說要對於受制裁的人士凍結資產 限制入境 又或者限制金融機構 不跟他們做業務往來 那大陸可以怎樣做 不讓美國的官員用人民幣 還是不讓他們去大陸那處置業 你應該讓他們去才有這麼多鬼城 你應該叫他們多買幾間 又不是不讓他們買 很奇怪 你經常說有反制措施 你的反制措施 是一定有效地震懾到他們才行 不只是口頭說 說完之後都沒有下文 證如說 震懾台灣 起碼都要派一些軍機去台灣 周邊海域的上空那處飛行 又或者在中國沿海那處進行軍事演習 這樣 是不是 現在你說要反制美國 怎麼反制 在這方面 是不是 你不讓中國銀行和美國官員做業務往來 他就說不要做 是不是他都不用你 其實說來說去就是說不出的所以然來 根本上找不到任何一個有效的對應方法 如果有都做了 不用在那裡說 浪費 接著講講另一宗消息 星多日報今天在專欄 透露有建制派的議員收到指示 叫他們盡量不要和五眼聯盟和個別的歐洲國家的領事和官員接觸 有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就說 雖然沒有收到相關提示 但是近日都已經以忙碌為由 遠距了和五眼聯盟的官員會面 實情 是不是大陸察覺得到這群傢伙有什麼警管 所以才作出這個指示 因為舊市 無論是泛民也好 建制也好 其實會見外國領事或者官員 就非常之平常和等閒 因為外交人員 周時都會通過立法會議員 去收封或者放封 所以其實見面也沒什麼出奇 但是現在忽然之間不讓見 當然對於有一個人影響最大 那個就是 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 葉劉淑儀 因為他目前唯一的身份就是兩會議員 他就不是任何的政府官員 又或者是他恨了很久想做的行政長官 前陣子曾鈺誠就走出來爆料 就說葉劉曾經跟他說過 說在整個建制派裏面最有資格擔任行政長官 一個就是曾鈺誠 一個就是葉劉本人 可見他自視甚高 大家都看到他 揭而不捨 每一屆都要參選行政長官 一直到最後不夠提名 他才肯去收皮 葉劉有時候去見外國領事官員的時候 他也很意氣風發 他也非常重視 作為立法會議員 可以有身為去見外國領事這個機會 只是看他去會見外國領事或者官員的時候 都要拍一些合照擺上Facebook那裡打卡 可知一二 所以 不讓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去見五眼聯盟的外交人員 對於那些愛出風頭的人來說 就是影響最大的 對於那些接友 或者根本上都不做事 天天去立法會睡覺的建制派 就沒有影響 這些人就算你批准他去 如果沒有好處他一樣不會去 只是說說今天立法會 這個張宇人20元張 喂 竟然被人拍到 他在議會那裡玩接龍 你做什麼啊 你身兼兩會議員出兩份量 在議會那裡玩接龍 你不如接賣好過吧 這些人又說做立法會議員 鬥六位數字十幾萬一個月 真是浪費 最後就講講有一宗消息 其實也挺嚴重的 就是香港方面竟然間要求台灣一隻包機截反 根據台灣媒體報導所說 立榮航空 有一隻原本由高雄小港機場出發的 國軍包機 在今天上午飛往東沙亞島的途中 遭到了香港區管中心 拒絕進入飛航情報區 要求這隻包機截反台灣 而台灣交通部民航局今天也交代了 說立榮航空的班機 在台北飛航情報區和香港飛航情報區的交接點附近 就經香港區管告知 非經過區域兩萬六千呎以下 是有危險活動 拒絕這隻班機進入 基於安全考慮 航班就截反了台灣 實情這件事無厘頭 就好像將香港捲入了 中國和台灣中間的漩渦當中 這樣搞法 老實說人家下次不派民航機做包機行不行 如果下次國軍派出運輸機 怎麼辦 你管民航的 又不是管軍機 所以 香港民航處絕對是有責任出來解釋清楚 究竟這次真的就著個別事件 要求這隻航班截反 還是所有民航班機飛去東沙的 現在都不行 還是針對台灣的班機 還是怎樣 是不是個別事件 雖然說的 是不是 還有 你如果說這個是牽涉到軍演的問題 這些軍演一早就已經知道了 怎會讓人家起飛了才叫人家截反 究竟按照過去的慣例 是會怎樣處理的 因為 飛到半路中途 叫人截反 真的甚為少見 尤其是在 香港附近的空域 所以 希望他們會出來解釋清楚 不過以現在香港特區政府 那麼高度透明的做法 他會不會出來說也成問題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